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时间陷阱》 哈勃是个考古教授,他执着于找出70年代失踪的父母 他们为了找不老权失踪了,他发现了一个山洞 里面有一个人提着灯移动不动,他进去一探究竟 发现这里似乎有一堵空气墙,穿过空气墙后 之前看到的那个人却越走越远 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吓得赶紧跑出了山洞 他才进去几分钟,出来的时候却已经是深夜 周围的环境也和几分钟前完全不一样 车子也被杂草掩盖了,他在自己的车子旁边发现了学生的包 他大声喊着学生们的名字却无人回应 原来在教授走后的第三天,学生们忍不住出发跟着定位去找教授 还带着几个同伴和胖堆,他们让胖堆在洞口等他们 其余四个人则进山洞里寻找教授的下落 他们也在山洞里听到了尖叫,想要赶紧离开 却在爬绳子的时候发现绳子被人割断了 两个学生都受了伤,无线电也联系不上胖堆 他们以为是胖堆做的 直到他们在山洞的另一边发现了同样被割断的绳子和胖堆的尸体 他们从胖堆的录像机里得知,他已经在外面待了很多天 而他们明明才刚进洞口几个小时 胖堆在外面发现了哈勃教授父亲的日记 上面记载了一些西班牙舰队想找一个有神水的山洞 但不是被原住民杀死就是空手而归 最后一对在西北部的阿拉莫失踪 神水的故事一直在哈勃家族流传 直到哈勃的妹妹生病 他们决定带着女儿一起去找神水 学生们不想坐以待毙 但是由于他们都受伤了 现在能够爬上洞口的只有黑衣女 黑衣女爬上去之后却发现这里的气流很奇怪 四周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 天空中有奇怪的物体 她赶紧回到山洞里 众人却诧异地看着她 说她只剩去了两秒钟 黑衣女将自己的录像带扔给他们看 他们才明白洞外和洞内的时间不一样 这个山洞相对外面的时间是基本静止的状态 也许这个山洞就是他们寻找的不老权 他们此刻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他们再次查看了庞段的录像 发现他不是摔死的 而是被人杀害的 突然一个梯子降落在了山洞里 下来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 还有一个原始人扑了出来 原始人很快就被制服 学生们吓得赶紧跑 却意外地发现了哈勃的父母和几个原始人 男孩为了掩护他们被原始人捅死了 武装男将他放进水里 过了几秒他就活了过来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不老权 但武装男在和原始人战斗的过程中 被拔掉了面罩 他无法呼吸这里的空气即将死亡 他给学生们看了他们失踪的新闻 还有人类由于地球生态问题 像火星殖民的新闻 他们才明白现在地面上已经过去了几千年 他们发现了地面上自己的包 明白哈勃教授来过这里 他们现在必须找到教授 只有他才知道如何解决现在的办法 他们将旁堆放进了不老权 找到了身负重伤的教授 但原始人追了上来 他们利用武装男的梯子爬到洞口 发现洞口竟然变成液态了 白衣女的手刚接触到洞口 就被触手抓了上去 同时山洞里的时间也静止了 没过几秒 再次从洞口伸下来几根绳索 白衣女从洞口的另一端将他们拉了回去 庞多尔和哈勃教授在水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地球之外 火星移民经过漫长的岁月都已经变异 他们的新生活也要从这里开始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移民去火星了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